大家好,我是Richard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谈一下 如何打造你自己的线上课程 因为很多人都想做生意 他想做生意 但是他又不想做一个实体的产品的生意 他可能没有这个本金 或者觉得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启动资金 他想说Richard,你也有在卖一个课程 那我也能不能只说做一个服务性的生意 做一个虚拟的生意 然后把问好这里的一些知识 我的一些长处变成课程去售卖 不去做一个实体的 确实你要还要担心你的产品 担心你的运费各种 他不想做一个实体的一个生意 那当然是可以的 你这件事情完全是可以去做的 因为我就在做 那今天我就会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的 去打造你自己的课程 就算你现在说 没有可能没有YouTube频道 没有任何粉丝 首先在我们先说打造课程之前 这里有两个误区 两个误区很多人都有的误区 我先把它解释一下 第一个误区就是说 你必须要有很多粉丝 你必须要是一个网红 你必须要很多平台都有账号 然后建立你的人设 才可以去 才可以去卖课程 这是第一个误区 为什么我在接下来的视频里面会讲 第二个误区是 你必须 你必须要在你这个售卖课程 这个行业里面 你必须要做的是顶尖的专家 你必须要是0.1% 你才能去卖课程 这两个误区 这两个误区会导致很多人 可能做不好课程 做不好线上课程的生意 接下来我就会教大家 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做 你线上课程的一个生意 在我开始之前 帮我喜欢这个视频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OK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 那第一步怎么做呢 第一步你要 首先要手动的去找到 你的目标客户 手动的找到那些 愿意付钱给你 然后你提供服务给他们 你提供课程给他们的一事业轮 那如何去找 接下来我的视频里面也会说 那第二步就是说 你要 你要先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 就是说 你原来知道的那些方案 我打造网上 线上课程的一些方案 其实是错误的 很多你说 持续性的发布一些免费内容 免费资讯 然后积累粉丝 然后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过时的了的 对现在来说 这种方法是过时的 而且是非常不具有效率的 那具体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会举个例子 就好像说 你是如何能手动 手动 手动引流 手动 找到你的客户群体 找到为愿意 为你付钱的客户群体 然后课程 然后打造课程 这些相当于是一个必需品 你是一个必需品 但是你去增加粉丝 发布免费内容 这些变成一个添加剂 很多人把它搞反了 很多人专注在做这个添加剂上 很多人专注在增加粉丝 专注在做一些免费内容 专注在不赚钱的一些内容上 然后他把这个必需品没有抓住 那你必需品没有抓住的话 你这个添加剂你做的再好 最后还是徒劳的 你有手动得到收费客户的 这些能力之后 然后你的课程也都成熟之后 你再去做这些添加剂的内容 你再去做这些增加粉丝 发布免费内容 打造人设 然后这些你再去做 你先要把这个必需品先抓住 那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那我们免费 发布免费内容这些 你原来想的这些做法 错误都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 他会时间太久了 你要去学发布视频 你要去学对着镜头讲话 你要去学视频剪辑 这些都是非常难的 这些你都要去学这些东西 你要去学这些东西之后 而且说你要发布 不停的发布免费内容 不停的去增加粉丝 可能你几个月一年时间都过去了 虽然说增加一点点粉丝 但是你最后你不保证 这些粉丝就一定会是你的一个目标客户 这些粉丝就会买你的课程 那第二个错误什么呢 第二个错误就是说 你的课程没有被验证 没有被验证 再没有你的课程 你的网站 你的课程网站 你的各种 你的一个想法 你课程能帮助哪些人 能帮助他们解决什么痛点 这些痛点是不是他们愿意付钱去购买的 这些都没有被验证的情况下 他们你一直在做免费的内容 所以说你的课程没有被验证 这是第二个错误 你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 非常多的一个精力 然后去做一个没有被验证的一个市场 一个课程 可能那些粉丝根本就不想买你的课程 你的痛点 你解决的痛点 它是他们不愿意付钱去购买 这些都没有被验证 你的网站 可能你的网站做的也没有被验证 你想一想 你花那么多时间 精力去做这个课程 做这个免费内容 然后做了那么久 做了几个月 甚至一年 然后你还没有一点点收入 你一点收入都没有 连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因为钱 钱对于每个生意来说 就相当于氧气 你会窒息的 对吧 你会不想做的 你会失去信心的 你对做生意都 说没兴趣了 不想做了 那 就是每个生意都是这样子 那你应该 那我们既然这里有那么多错误 去老的这种做法 那我们真正的应该怎么去做呢 你知道错误的做法 你应该如何去做 你应该先 刚开始 先在你发布那些免费的内容 增加粉丝 全部这些之前 在你拥有这些账号之前 先手动的去找那些你的一个客户 手动的去找你的客户 你可以去 比如说你的一个课程 你的一个服务内容是 帮助 帮助中年的职场女性减肥 帮助中年的职场女性运动 这种 这个方向 能帮助她们运动 所以说她们给你钱 你有这个经验 你有这个知识 你可以去那些Facebook群组 中年职场女性的一个群组 或者说去微信群组 或者说去 去各个论坛社区 当然是网上的 然后你去了 你可以在里面跟她们互动 跟那些中年职场女性 跟她们互动 然后你可以去问问题 你可以去问 说在你们减肥过程中 在你们工作那么忙的情况下 减肥运动 最难的是哪些点 跟她们互动 对吧 问她们问题 减肥 她们为什么常常减不下肥 说问她们问题 然后就会有人跟你互动 有人跟你聊天 想减肥的那些中年女性 就会跟你聊天 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私聊她们 私聊她们 你把你的知识 这时候你把你的知识 把你的经验展示出来 让她们觉得 你是懂这方面的人 你是对这方面非常了解的人 然后你再去说 那我们来进行一个 我会给你一个免费的 免费的一个视频 视频会议 在这个视频会议里面 我会给你点子 我会帮你 帮你制定一个方案 或怎么样 然后他们会进行的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你可以用 Zoom 可以用腾讯会议 可以用 甚至直接可以用微信的一个视频聊天 然后视频聊天跟他们视频聊天之后 你就可以尝试在视频聊天里面 你有一点点的一个销售技巧之后 你就可以去在视频聊天里面 销售你的课程 你先给他们一些建议 让他们知道你的权威性 知道你对这个行业非常懂 你对这个方面非常懂 然后再销售你的课程 对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免费内容 没有浪费时间 在任何的一个免费内容上 没有浪费时间 在打造你的课程网站 没有浪费时间 在任何事情上 你就可以说 拿到你的客户 赚到钱 有那个氧气 对生意来说 是生意的氧气 比如说你刚开始的话 你刚开始的话 你可以说 可以说 卖给他们便宜一点 他们是你的测试顾客 对吧 你可以卖便宜一点 课程卖便宜一点给他们 都可以 然后 但是只要你有 显示出你的知识 你的能力 你对这方面的一个经验 对这方面是走在他们前面的 你显示出来了 他们愿意付钱的 就会付钱 你就能通过这种方式 能拿到客户 或者说 你甚至可以去现场 去现场找到客户 比如说你有一个 你对一个房地产 对国内房地产 国外房地产 对各个地方的房地产 你有你有非常老到的一个经验 你觉得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课程 然后你去线下的这种房地产的一个展会 一个会议 你去那边有很多做房地产这些人 然后你就跟他们聊天 对吧 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给他们点子 给他们一个计划 给他们如何去买 如何去买 你给他们 然后添加联系方式 添加联系方式之后 在这个展会结束之后 等你回去之后 你再尝试去让他们跟你一个视频会议 或者说聊天 尝试去售卖你的课程 这些都是手动去获得收费客户的一个方法 也是验证你这个课程点子 确实有了愿意付费给你 你课程点子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能手动地获得顾客 获得收费的顾客的话 你永远也不可能被动地获得顾客 你刚开始就想跳到一个被动的收货顾客 被动的顾客加你 顾客给你钱 你需要通过手动的方法 先验证你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点子 课程的一个有效性 那 你需要通过这个手动的方法 能了解到很多东西 能了解到你的课程 你的目标客户 你应该文案是怎么说的 你应该向他们怎么说服他们购买你的课程 然后他们的一些反应 这些你都可以通过手动的一个获得课程来知道 还有就是说 当你能手动地获得客户之后 然后你再可以去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更被动的获得客户的一个方式 做YouTube频道 做B站频道 做各种视频内容 做各种文字内容 知乎 什么公众号 这些再去做 第三点 你可能会说 你应该如何去做 你可能会说 那我这样手动去获得客户的话 客户会觉得我没有一个权威性 因为客户想付钱给专家 想付钱给非常懂的人 然后如果我只手动这样去 去发信息怎么样 我没有权威性 他们不会付钱给我 首先你就算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粉丝 或者说你不是非常有名的教练怎么样 有一部分的顾客 他们的一个购买 就是每个 他们的一个接受程度 他们一个困难程度 没有那么大 那一部分顾客 他会先付钱给你 他会先报你的内容 对吧 只要你的权威性 其实你的权威性怎么建立呢 你的权威性建立是 你讲的话 你发的信息 你在视频聊天中 跟他聊的一些内容 你能在你这个方面 你在你这个知识的方面 知识的领域 体现的权威性 就是你说出来的 他根本听都没听过 一个权威性的概念 或者说 你说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你的一个做法 你的一个知识 就把它震撼到了 把它 就是让他眼前一亮 这样子就是权威性的一个建立 对吧 你不用说 一定要 要有多少个人品牌 社交媒体 这些全部 刚开始其实都不用 在刚开始 没有任何社交媒体的情况下 你都能利用这个方式 能赚很多钱 以我为例 就是说 如果我跟你面对面交谈 我没有任何的社交媒体 然后我跟你聊 聊跨境电商 聊亚马逊 聊打造线商课程 然后这些 我就跟你这样聊 你就能 你就能知道 我是非常权威的 就是我能展现 我这个知识方面 的权威性给你 你就知道了 然后 当然 虽然说 我没有任何社交媒体 没有任何的一个 过往能 能证明的 就算 我在路上碰到你 我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陌生人 对吧 我们陌生人遇到 你也能非常清楚 知道 我对这个方面的知识 确实是非常权威的 你就会相信我 在你有第一个客户之后 第一个客户之后 你可以去 服务他 你可以去 真正的把你知识 展现出来 你在这方面的减肥 什么这方面的知识 全部展现出来 放在他身上 让他得到结果 让他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然后他满意的 他高兴的 他会怎么 怎么跟你说 他可能在你的 你在 平时 你在一个教他 或者给他计划 给他点子之后 他会跟你说 你这个方法 真的很有用 怎么样 我确实获得成功了 获得成绩了 然后这些 他说 我确实肥已经减下了 我确实怎么样 然后非常高兴 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那这些成功案例 有什么作用呢 成功案例 就是增加你权威性的一个作用 那你有越多的一个成功案例 你辅导的学生的成功案例 然后你的权威性就会越大 接下来的第二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报名了 第二个学生马上也会非常简单 就会更简单 因为第二个学生知道 你有一个成功案例 你的权威性更大了 你就慢慢积累你的权威性 然后就有第一个客户 第二个客户 有更多的一个成功案例 然后就第三个客户 第三个客户 第四个客户 就会越来越简单 就会更多过来 然后你想 你通过一个手动获得客户 你没有网站 没有免费内容 没有个人品牌 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你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都能够获得客户 你都能够赚钱 你就能开始 就是吸收这个氧气 生意经里面的氧气 你就能有这些氧气的时候 接下来再去打造一个个人品牌 再去打造一些免费内容 积累粉丝 会不会更加简单 在你接下来发布你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接下来你比如说你要发布 你想在YouTube发布内容 你想在B站发布内容 你想在任何社交平台 你要发布内容的时候 也会更加简单 因为你可以用你的 你可以发布什么内容的 你的内容都有了 你可以用你客户的成功案例去发表 对吧 发表一个视频 或者你可以用你辅导你客户的时候的一个对话 一个过程 比如说你有一个 你对你客户有一个小时的一个对话 你把这一个小时 剪个十分钟的高光时刻 剪个十分钟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对话 你的一个课程的过程中 或者一个教他们的过程中 给点子的过程中的一个精彩的一部分 然后你就剪十分钟 你就可以发布 发到YouTube发到这种内容上 所以这就非常简单 你就不用再去整天想 我内容要发布什么 这样子的话 你个人品牌也打造好了 你的课程也打造好了 你的一个客户 也能在打造免费内容的过程中 你就有前手了 你就能持续性的有前手 有客户进来 这就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打造 你的线上课程的一个生意 就算你没有任何的社交媒体 没有任何的粉丝 你也可以去做的 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 要如何一步一步的打造你的课程 然后怎样做一个教练 做一个老师 打造你的线上课程 可以加一下我下面的微信 然后跟我聊一下 看一下我能有什么能帮到你的一个地方 特别是你已经有 你已经有技能 有长处有成功的地方 然后你已经想把这些技能长处知识变现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我 可以联系在下面的微信联系一下我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希望给大家 就是我也不会藏着掖子 就是说亚马逊 FBA的内容 打造线上课程的内容 我都不藏着掖子 我都告诉大家 没有那种 对吧 就是比较直接直白的跟大家聊 OK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就是说我跟你讲这些 你要去行动起来 你要不管是任何的跨连接商内容 还是达到线上课程的 你要去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你才有客户 才会有改变你现在的一个状况 可能你现在状况非常不好 对吧 你不满意你现在的状况 你想赚更多钱 你想怎么样 这些都是你的一个途径 问题是你要行动起来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Riton 拜拜